欢迎观众朋友跟我一起加入今天的国际plus谈全球 我是主持人谭英伦 我们今天要聚焦在国际的焦点 也就是美国总统拜登的亚洲行正式启动了 他第一站到的是南韩 也等于是送给新任总统尹席月一个超大礼 但拜登究竟盘算什么呢 另外澳洲21号要举行他们的大选 总理莫里森要寻求连任 能不能成功呢 可能国内还有一些中国因素的成分在里头 为什么 我们今天在节目上都会带大家进一步的来进行分析 那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介绍 今天跟我们对谈的国际新闻记者黄真怡 真怡好 议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刚开始我们就用GoogleChain 来带大家看一下各地网都热搜什么样子的新闻话题呢 好我们看到的是美国 美国这边呢关心的是这个西洋小天后泰勒斯了 怎么会突然关心到他呢 不是因为他发片了 而是呢最近刚好这个五月多 这个美国很多大专院校刚好是毕业典礼 那他是受邀到这个纽约大学去参加这个毕业典礼 而且呢纽约大学颁给他一个荣誉博士学位 哇非常不得了了 那他这个他去参加这个毕业典礼前呢 他就在他的社群上面就po了一个影片啦 就是他就是有戴好学士帽啊 然后穿高跟鞋就是全装这个毕业生的打扮 然后记录这一刻这样子 而且呢眼尖的网友就发现因为我们知道 泰勒斯他其实不是说只有关注说主流的音乐 因为他毕竟以前是唱这个乡村 乡村音乐出来的歌手这样子 然后呢他他自己拍的这个小影片中呢 他是用一个菲律宾的音译的这个独立歌手 叫做Beba Doobie的歌曲 放在他的影片里头 对对放在他里面 所以大家很多这种对这个独立音乐 有在关注的这个乐名就会觉得说 哇不是说你知道他是很挺这个独立音乐人的 希望可以带起其他的这个独立音乐人 能够让大家能够关注到这样子 那那个歌手本人应该知道很开心吧 超开心的 这个偶像 他被偶像带到这个流量不知道要增加多少 可能比他去唱十场巡演都还要来的值得这样子 然后而且他在这个纽约大学演讲了二十分钟 就是蛮多同学是给予他很大的掌声 他就是分享他一些在这个职业生涯的这个 这个生活小配方 然后加上之前疫情嘛 所以他就是有跟同学分享说 怎么样就是跟学习跟这个恐惧共存 而且他的粉丝因为为了要看这个 小天后偶像在发表演说 所以就特别还特别有去 抢票吗 对 抢票跟抢演唱会的票一样这样子 果然明星到哪里都是明星 都是万众瞩目的焦点 没错 好 那除了美国之外 我们来看英国 英国是讲说 这个英国最近要庆祝这个女皇登基70周年 他们把这个叫做白金喜年 结果在伦敦就举行了一堆活动啊 看似非常热闹欢腾 结果面临了罢工 而且是地铁站罢工 我们看到这个地铁站 它在这个最靠近白金汉宫的绿园站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尤斯顿车站 这两个车站在6月3号这天凌晨都会关闭 到隔天的零时才会再开启 那自然就受到很大的影响 对啊 我要去参加想要去参加一些庆祝活动都会因为我大部分人都搭地铁啦 加班的这个运动 但是似乎没有跟国外比起来没有这么激烈啦 不过目前就是还是在沿商讨论嘛 因为有可能端午的还是会不加班 所以还是在讨论当中 那确实也可以看看国外的状况 也想想我们自己 这是英国的热搜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日本 日本的话这个关键字叫做填口墙逮捕 这个填口墙其实就是我们昨天有讲到的这个 也是同样就是热搜的关键字啊 可是我昨天的热搜关键字是这个海外网站赌博这样子 那这个填口墙呢就是这个日本山口县阿武丁 就是又误把这个一大笔子这个纾困金 然后会给的一个同一个会给一人男子的这个男子 就是要填口墙那他就是被这个日本的警方 已经将他以电信诈欺罪逮捕了 那这个这个填口墙他其实蛮夸张的 因为他把他在这个还没有领到这个意外制裁前呢 其实他的户头大概剩不到台币两百块 所以他本来可能就是比较缺钱花用的人 对 他就钱就是不太够用 然后他获得这笔意外制裁照理来讲 我是应该要回报说 我收到了这一笔 那看你们要怎么样处理我就是配合这样子 但是他是偷偷的就是一笔一笔一笔 慢慢的把它汇到其他地方去 就是你有点预谋犯案了这样子 然后他拿到这笔意外制裁以后 还去这个海外网线上赌博网站去把它花掉 而且花到户头现在你看他得到那个意外制裁 大概是台币一千多万 对 他花到只剩下台币一万六千块 就是你知道你已经你已经拿这笔非法钱 然后做这些非法事情 应该说你拿你用不法的手段 莫名其妙得到这笔钱以后 对 我能想象为什么会登上日本的热搜 因为这个都是我们的钱嘛 那给你了一个人却花了这么多 那我们其他人都拿不到 所以日本人是很关注这个讯息的 所以这几个礼拜都有在讨论这件事情 对 本来一个人可以拿到台币 大概两万多的这个纾困金 结果被这个男生通通拿去以后 有相对剥夺感 好 日本看完我们来看到的是韩国 韩国是这个欧联杯也是运动赛事啦 它的冠军赛在这个当地时间的18号 在西班牙的球场举行 那这次两个队上的一个是法兰克福 一个是格拉斯流浪者 不过这个非常的激烈 因为在上半场的时候没有人进球 0比0就对了 对 下半场的时候各进了一颗 啊就平手了 结果就PK赛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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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一直打 打到后面终于是6比5获胜 是法兰克福获胜 所以代表说这个差距非常的咬得很紧 然后又非常激烈 所以就登上热搜大家都很紧张 那刚刚说法兰克福赢了之后 他就直接会晋级下一季的欧冠正赛的资格 那这个欧冠正赛对他们来说也是意义非凡 因为就是回回了这个62年之后 再次进入这个比赛里头 所以他们也觉得说非常兴奋 那自然是当然相当开心啦 对 所以刚刚一伦提到说 其实不是只有韩国关注 像美国啊香港啊比利时这些有在看足球的都非常关注这场比赛 因为太难得 法兰克福竟然是42年 再夺下欧联杯的冠军这样子 所以体育赛事也是韩国热门的热搜话题 没错 好 再来看到的是香港 香港这个关键字 Prenetics 这个是一个 本来是做基因检测的一间公司 那他最近是在美国上市了 他的老板 是这个叫做新界银行 新世界集团的董事长所持有的 那他本来是觉得说 他很看好说他的发展 所以就把他并购下来这样子 那新世界其实他旗下有很多 比如说饭店啊 然后或者是房地产啊这一类的 然后这个Prenetics 我刚刚讲到说他是做基因检测 但是在疫情爆发后 他这个脑筋动得很快 他就调整 赶快调整他的业务 改做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 最需要的大家 对 然后他这个客户也蛮广的 就是有这个英超球会 还有就是英国的伦敦西斯沃机场 这些都是他的客户这样子 所以说在这个香港爆发疫情的时候 这个新世界集团的这个老板就觉得说 要好好来投资这样 所以把他并购下来 对 不过他最新 因为他是新创公司嘛 对 所以他上了这个 纳斯达克也被认为说 哎 蛮厉害的哦 对 未来潜力无穷啦 好 香港看完我们来看台湾 台湾这个我看了很有心有奇迹 因为我昨天也才看完这个纪录片 就是N号房事件 这其实在韩国这个当时引发非常多的讨论 也就是他们用这个Telegram 然后在里头就是散播这个 未成年少女的一些这个身体的状况 那当时大家都知道说 其实有一个房间 甚至还高达26万人都在看 而且里头会逼迫这个未成年少女 那我之前看到的时候 我就想说 哎 到底为什么可以逼迫未成年少女 拍一些就比较裸露的影片或照片 结果这个纪录片真的是如实呈现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新加坡 新加坡这个热搜关键字呢 它叫做皮艳卡乔普拉 那她其实是一个印度裔的这个女明星啦 那她为什么会登上热搜 就是最近刚好有一篇 她的这个专访有刊登出来 然后大家就觉得说 哎 想了解一下她的内心想法是怎么 因为她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有这个印度最美的女人之城 而且她就是有参加过非常非常多的选美比赛 比如说什么世界小姐啊 环球小姐啊 亚太小姐啊 都是冠军 都是夺摘得后冠 超级美丽的 对 摘得后冠 然后她是在2018年的时候是 姐弟恋修成正果 然后跟这个强纳斯兄弟的这个小弟 小她10岁哦 就是结婚这样子 然后到现在都非常的甜蜜这样 那她里面 她在这专访里面的时候 其实是讲到说 她其实 她是出生在印度的贵族 然后呢 在中学的时候被送到美国留学 那要不是因为 说她的这个妈妈给她一个报名 这个什么印度小姐的报名表 让她去参赛的话 其实她说不定 因为印度我们知道 她这个数学都蛮强的 很厉害 对 那如果在美国发展的话 也许可能会变成一个 什么矽谷的工程师 也不一定这样子 所以这个妈妈的这个一张这个 环球小姐的报名表 改变了她的一生这样子 也改变了很多印度女生的这个女权 这些 因为很多很多很少人 很少这个印度女性 可以在国际舞台上面 有这么这个闪耀的成就这样子 可以鼓励 也让大家感觉到 哎 女权正在崛起 或许印度不像过去一样的 这个保守 可能有一些突破性的感觉 鼓励印度女生发展 确实蛮激励的 所以新加坡关注这个议题 好 我们讨论完了 Google券之后 我们还要再来讨论到的就是 澳洲这边了 21号要举行他们的大选 这次有关于总理莫里森 能不能再寻求连任呢 但其实现在澳洲跟中国大陆的 这个紧张氛围 还是蛮持续在增加 尤其现在他们还要增兵 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这报道 这段画面是大陆军舰 近距离看到澳洲P-8A反潜机飞过 中澳两国近年的冲突越演越烈 双方不仅经济对话降到了冰点 现在澳洲为了防止大陆破坏印太安全 决定增兵 除了增加国防力量 澳洲也加强了和盟友的合作 并呼吁各国不要小看大陆的野心 对此大陆外交部反击澳洲 蓄意歪曲事实 严重损害了中澳两国的军事关系 不顾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 普遍反对 高调推进 美银澳三国核潜艇合作 这才是本地区的麻烦 真正的麻烦 澳洲去年加入国际 呼吁追查新冠病毒的源头 禁止华为参与建设澳洲5G网络之后 中澳关系一直处于紧绷状态 去年5月中澳两国对峙开始升级 大陆无预期暂停两国战略经济对话 如今看来两国的关系毫无化解迹象 TVB新闻于心汉 陈向如综合报导 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澳洲的这个21号的大选 公党的在里党公党的民调 比这个执政党这个自由党的民调还要高 所以说莫尹森现在寻求连任 好像有一点危险 所以他们两个人对于中国的这个态度 好像有蛮多选民在关注的是不是 对因为最近这个澳洲 大家应该都有发现 这几年包含川普上任之后 他们持续对中国大陆是采取非常强硬的 不过我们先来看到这个就是这个寻求连任的莫里森 他是自由党的 那这一次在野党 这个声望比较高的是工党的领袖阿尔巴尼西 那这一次21号的大选 我们先讲这个制度 因为很多人对于澳洲的选举制度可能不这么了解 澳洲是承袭英系的英国制的这个内阁制 所以他们的总理跟阁员都是有议员的身份 那他们大部分总理都是众议员 所以他们三年会来改选一次 那这次莫里森呢 就是他自己讲说在这个时候要来改选嘛 所以就要举行大选 那我们刚才讲到民调的部分 其实在过去2019年的时候 就莫里森原本也是输在野 但是这差距没有现在讲的这么多 但是后来他奇迹式的反转了 那这一次差距是稍微多一点点 就是这个工党的领袖阿尔巴尼西 他稍微赢得比莫里森当时2019年 那个差距还要再多 所以大家就说莫里森到底还可不可以反转呢 也是大家一个很大的因素考量 不过我们刚才说澳洲在这一阵子 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强硬 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在问说 中国是不是会干预澳洲的选举 所以代表中国因素在他们国内是蛮大的 那这莫里森说他们会制定法院 也会对中非常强硬 他几乎是一个反中的代表 这个川普时候的时候 他们就对于这个华为5G禁止他们设立基地 然后后来呢 2020年这个新冠肺炎的时候 他就说 我要调查这个病毒的起源 真的是踩到中国大陆的痛脚 所以中国大陆当时就有反制 包含是不准他们禁止这个牛肉 大麦甚至龙虾 通通都给他们这个反景消税 所以让这个澳洲一度觉得 怎么办我们没有办法 而且他货都塞在这个中国大陆的港口 没有办法出去 所以就成为一个现在状况比较复杂的 然后当然现在就是他的这个工党啊 被包装成一个中国支持的政党 莫里森也有这样说 他觉得这个阿尔巴尼西 是不是未来会成为一个中国的 这个发言人代言人 但是这个工党领袖 他其实也是支持这个澳英美同盟 而且他对于这个习近平 他也觉得是比较专制 所以很多专家认为说 接下来在这个澳洲的里头 这个外交态度对中国大陆 应该是不会改变的 尤其你可以看到这个洛伊研究所 2021年的倒查 确实有63%的民众 对于中国大陆安全威胁 根本就是大于经济伙伴 所以他们对于 虽然我们有做生意 但是我觉得你对我们的威胁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反中氛围在澳洲现在是比较浓烈的 而且这个阿尔巴尼西 他其实因为他就是刚刚 他就觉得说我这工党一直被你们乱跟这个中国扯上边 我没有 所以刚刚讲到说 他其实是这个支持这个澳美英同盟这样子 而且这个工党的前总理叫基廷的 他之前他是比较亲中一点点 他就说他就批评澳洲政府说 你这个舒华亲美这个方式不对 让我们这个澳洲的商人其实损失蛮大的 所以说这个阿尔巴尼西他听到以后 他赶快跟他拉开距离 就是这种不代表他的立场这样子 所以说这个工党其实也在逐渐的要在跟这个中国的关系 在选民的印象是要把它弄得稍微淡一些这样子 好那为什么呢 我们就来看民调 因为澳洲广播公司做了线上调查 有58%的人是同意政府对中国大陆是更强硬 而且这政党倾向 当然这执政党我们刚才说自由党有70% 工党自己有54% 那另外一个在野党绿党有47% 所以代表他们国内反中氛围 真的是一直往上的在窜 那甚至有人问这个要不要投入这个多少军费呢 有39%人同意增加 然后一方面是因为对中国觉得蛮恐惧的 还有就是乌俄战争看起来 不对中国大陆有一点点防御的话 会不会不安全感很重啊 所以这都是他们讨论的焦点 那也包含说他们也禁止了外国企业的租用港口 这是压倒性的投意 为什么呢这要讲到这个2015年 这个乔兰集团的澳洲子公司 他们取得了达尔文的港 达尔文港的租用权99年 这是一个中资的公司 对不对 这个兰乔集团 他这个这个董事长叫做叶成 他曾经当过中国大陆全国政协委员 所以你知道他跟官方的关系非常好啊 对非常非常的紧密 所以说而且你要租达尔文港 达尔文港这个位地理位置 它是在澳洲的最北边 其实离亚洲是离亚洲最近的一个深水港这样子 那达尔文港除了商用以外 其实美国的陆战队他们也会在那边轮值 所以澳洲的这个军队也会在那边军舰 这代表这边是重重之重的区域啊 对结果没想到在2015年的时候 让他租到租了99年 所以会租到这个2114年左右 那所以说现在他们澳洲的话 有些澳洲政府因为说要 就是要跟中国要开始拉开关系嘛 所以呢他们打算要花大概300多亿台币左右来扩建港口 为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澳洲的军舰 军人跟这个美军 要让他们避免使用这个 让这个蓝桥集团租用的达尔文港 要把他们分开啦 对对对对 就是不要让他们太接近 那我觉得中国因素最近真的在 这个印太地区越来越浓厚 主要也是一个地方叫所罗门 它过去是我们的这个邦交国嘛 2019年我们断交了 但所罗门这边因为它位在这个 澳洲的东北方 然后它的地理位置其实跟澳洲很近 但是它在4月的时候 跟中国大陆签了一个安全协议 也就是有可能中国大陆可以来进驻他们的港口 在那边建基地啊 对军事基地 所以这也让澳洲很害怕 你是不是就是要在我家门前要闹事的感觉 所以确实中国大陆在这一阵子跟澳洲之间的关系 除了紧张之外感觉这个中国大陆的手已经渐渐伸到这个澳洲的区域后院 可能要做一些不同的手段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后来有这个澳洲 比较国内的议题 对我觉得有点像台湾啦 台湾很多人就说什么 蓝绿蓝绿可能不是这么在意 大家更在意是一些民生议题 我能不能赚钱 我能不能吃得好 我能不能睡得饱 他们也是 但他们的又更不一样的层次喔 他们是在气候变迁 疫情跟激进上面 经济上面 因为他们也面临一些失业率的问题 所以有这个总理莫里森 或者是这个在野党的这个要寻求要打败莫里森的 能不能给大家一个更好的承诺 这或许也是一个选民更关注的焦点 而不是纯粹只有中国大陆的因素 尤其是这个最近澳洲其实有蛮多像森林大火 这些东西这些事情还不断蛮频繁的发生 加上洪水 所以说其实这个民众会很关心气候变迁 主要就是因为我的财产受到的财产跟人生受到的这个威胁 所以他们很关心政府的这个气候变迁的政策这样子 那是不是气候变迁因为跟那个温室效应有点关系 然后但澳洲他们自己主要的这个煤炭业又是他们的经济引擎 我觉得这有好矛盾喔 这两个又绑在一起 所以他们有些有蛮多选民也是关心说 那接下来政府的这个能源政策是要怎么走 你是要走向更绿能呢 还是说你会顾及我们这些从事煤炭业的这个民众的这个百姓的荷包 那不会全部都是要走向绿能还是会保留这个煤炭业 这也是蛮多民众在关在关心选情上面 关心这些候选人他们怎么样要发展 对所以欧洲澳洲的政局其实也是蛮特别也蛮复杂的 那这就是我们讨论的议题 那当然我们讨论完这部分我们还是要来讲到这个国际 现在大家很关注的美国总统拜登的一举一动 他来到了亚洲这边而且第一站就到南韩 而且接下来还会到日本 那很多人认为说现在拜登是不是要联手南韩跟日本 做一个这个亚洲的盟友对抗的是谁呢 很明显中国大陆我们来看这则报道 上任16个月美国总统拜登首次访问亚洲 美国和南韩的情报显示 北韩准备在拜登访问期间进行核武或长城弹道飞弹的试射 南韩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金泰孝表示 南韩已经准备好因应北韩不同规模挑衅的应变计划 包括改变美韩峰会行程 Politico政治报报道指出 南韩总统尹锡悦有可能为了迎合拜登表达愿意加入QUAD 并且支持美国在台海及南海的立场 驻美代表萧美琴对Politico表示 虽然QUAD现阶段维持现有的美日印澳四国成员 但台湾已经表达有意愿参与QUAD的部分领域 像是全球卫生和疫苗人工智慧太空科技以及科学合作 而拜登在日本会启动的美国印太经济架构IPATH 台湾也将寻求有意义的适当的参与 布林肯也在国会听证会上面表达 任何人都不会被排除 这个包含台湾 那我相信我们有一些参与的机制 那这一点我们也持续密集的在跟美方做沟通 相信会寻求找到一个让台湾可以有意义的 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当中做贡献的方式 2021年4月拜登和前日本首相菅义伟的联合声明写进 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之后 美日元首或部长联合声明都会再重申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 日本媒体报导指出这次美日联合声明将再次强调 两国在台海稳定上加强合作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担忧乌克兰情势在东亚出现 也可能会反映在声明当中 TVB新闻黄松普尼嘉辉 美国华福报 好 为什么各界如此关注拜登的亚洲行呢 因为这是他上任第一次来到亚洲 那当然我们也很好奇说他的行程怎么安排啊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这个5月20号他会抵达韩国 那他是在21号呢会跟这个尹锡悦做一个美韩峰会首次见面这样子 接下来呢22号的时候他会飞到日本 然后到23号的时候呢他会跟这个日本首相岸田举行一个美日峰会 接下来最后一天24号美日奥运会举办一个quad峰会这样子 也是在东京举行 大家很关心说你去南韩会不会去那个DMZ看一下 那个军事的 对 两韩交界处这样子 大家很关心 所以说这个国安顾问有被问到这个问题啦 那那个国安顾问苏利文是说 拜登出访的时候呢他推测北韩可能会有点不错 所以呢北韩那时候可能会进行 不排除了会进行这个核武测试这样子 所以说拜登这一趟是应该不会去DMZ 目前来讲那这蛮精彩的啊 如果有核武这样 对而且他其实他以前当副总统的时候 他去韩国访问的时候 他有去他已经去过DMZ了 所以好这次就先不要过去 可能几率没有那么高 对对对那其实这个亚洲行有四个重点 我们先来看到在南韩的部分 其实就好是很关心这个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啦 朝鲜半岛安全 因为这个金正恩真的是不定时炸弹 尤其是在这个隐形越这个比较清美派的上任以后 这个发射的飞弹的频率啊 越来越高了 对核武测试的这种感觉越来越高 那虽然说这个北韩现在自己有点自顾不暇 因为他们这个疫情大爆发这样子 但不知道说因为你知道金正恩总是很难控制 虽然说我们觉得说那疫情大爆发 你是不是应该再多着重在控制疫情上面 但是他毕竟是个狂人 跟我们想的都不太一样 跟父亲很类似 对他会不会更加强这个核武测试 没有人晓得 所以说这个方面这个美国跟韩国 就非常关注这样子 那接下来呢拜登应该还会跟这个 韩国的四大财阀的领导人见面 像三星、现代、SK跟LG这样子 那其实就是要希望说 希望他们这些企业能够来美国投资 可以扩大对美的投资 而且这个看到最新消息 有讲到说这个三星的副会长李在荣 他本来今天 他本来这个20号的时候 他应该是要出席一个 会计诈欺的这个审判的厅审这样子 但是他获得 不用出席 法院说你可以不用出席 所以为的是要跟拜登 对所以他们就在推测说 那应该是拜登会 到这个三星参观 那他是 李在荣应该是会来负责接待拜登 所以说他扩准 可以不用出席这个厅审会这样子 这么狂 对 在日本呢 日本的方面的话其实 拜登的话是希望说 能够跟日本的厂商 在半导体这个研究方面 能够多加强合作 这是一点 因为这个其实半导体 跟这个南韩有关啦 只是日本他特别在拉出来讲这样子 那还有一个第四点的话就是 刚刚我们讲到最后一天的这个重头戏 跨的峰会啦 那他的跨的峰会之前呢 他其实就有跟这个南韩还有日本 他们就有推出一个叫做印太经济架构 不是说在日本东京可能这次会正式宣布这一个组织 对所以有可能会是在这个峰会的时候讲 那其实他去韩国的时候跟日本的时候 他也会跟他们稍微去push一下去推销他所提出的这个印太经济架构 然后南韩的话呢 目前加入的这个可能性是蛮大的 但是说南韩这个他现在亲美派上任嘛 那其实中国大陆会很担心 不只说北韩会担心 像是萨德飞弹方面的话 其实说大陆那边就有在意测啦 说这个因为通常拜登就刚刚像一伦讲的 拜登如果来亚洲的话通常应该是先访 先访日本 对先访日本再去韩国 可是现在颠倒过来 那是不是表达说好像对韩国是比较重视的 那但是那时候这个尹锡悦上任的时候啊 这个萨德飞弹防御系统 他其实是并没有列在他的这个国政愿景中 当时是没有 那大陆专家就在怀疑说 这个拜登这个举动会不会是 是要让这个美国的这个飞弹 萨德飞弹防御系统要在韩部署 变得这个要范围扩大 说会更靠近首尔对不对 对那这样子有可能就是 是会激怒到我们的金正恩跟中国大陆了这样 所以说这个这个萨德飞弹系统 也是目前这个韩国的这个政坛上面蛮关注的 其实我觉得他们国内应该有一个氛围啦 也跟台湾很类似 就是中国大陆跟北韩嘛 因为他现在就是在夹击南韩的感觉 对那有没有可能拜登也是利用南韩 就是有一个这个萨德飞弹 可是因为一定会有一派认为说 这个拜登就是常常在利用别的国家的感觉 但也有可能这个隐习约认为说 我们就是要保护我们的安全 所以一定会有两派的纷争啦 那当然我们还要再看到的是 这个美日峰会之后 现在台湾也被提到了 为什么呢 这个是共同社的他们的这个报道 他们觉得说 美国跟日本开完这个峰会以后 应该会把台湾跟乌克兰一起写在这个联合声明中 它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来牵制中国大陆 因为最近台海的这个局势蛮紧张的 加上这个中国大陆解放军 军力增加 所以日本其实感受到这个东北亚这个 威胁越来越重 对威胁越来越严重 那这个岸田首相岸田的话 他其实在军事方面 他是比较愿意跟美方合作的之外 刚刚讲到的这个拜登提出来那个 印度太平洋经济架构 岸田他是也讲到说 他是欢迎跟支持的 所以在经济跟安全国安上面 美日的这个领域上面的合作 其实是蛮就渐渐在深化加强当中 好那我们讲到印太经济架构 大家会认为说 其实他是要跟习近平的这个RCEP 来比拼来叫诺一下 因为现在这个拜登跟习近平 根本也是有一点点水火不容 对而且这个我们的美国驻日大使 他其实我觉得话讲的蛮明的 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就说 其实拜登访日对中国来讲就是警钟 因为他要让美国在太平洋地区 不是说物恶战争以后我就在关心欧洲 没有我其实在太平洋地区 我还是有发挥很强烈的存在感 刷存在感的这个意味 对是重的 不要以为我美国没有在管亚洲的事情 这样子 那刚刚像一文讲到 这个中国大陆主导的这个RCEP 其实很多国家都有加入 那美国当然不能让这些国家 一直都跟中国大陆这么好 对中国有 所以他推出了这个印太经济架构 来跟他相抗衡的这个意味蛮重的这样子 那目前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南韩总统尹锡悦 他好像是想要加入这个印太经济架构中 但是他有特别强调说 我加入不是为了要疏远大陆哦 他这个有特别是好像有点在安抚中国大陆这样 他就说其实他是为了要填补高科技领域遗漏的一些规范 他是这样子来 好我其实听完你喜悦的说法 我就会觉得那为什么这个印太经济架构组织 只要排除台湾呢对不对 因为我们现在也希望能够加入嘛 自然我们跟美国也是好的盟友 那我也是也有点这样子的呼吁 好那这些是我们上半小时的国际plus谈全球 希望你喜欢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